哈囉大家好 越南語跟泰語兩種幾乎完全不相干的語言 在我認真的學了一個多月之後 忽然發現令人毛骨悚然的相似 這個相似並不是說你共用了一個外來語 或者是你的文法只是稍微相似而已 而是他們的固有詞是一樣的 我相信應該還沒有人做這一塊的比較 前幾天我就去吃麵 我就發現我很喜歡的一道菜燙腸子 它的烹飪方法叫做肉 你知道肉是什麼嗎 就是指燙熟或者是水煮的意思 這個字越南語叫做肉 它結構都一樣 聲調可能會有點不同 但總體而言他們兩個 可以說根本就只是口音的不同而已 上課的時候老師跟我們講說 我們後面的那個山的名字 後面的名字我不記得了 但我記得一個字山 跟泰語的另外一個山的單字 不一樣的地方是 這個肉指的就是比較矮的山 通常是描述太北這一邊的這個 沒有那麼高的山 或者是比較突起的高地 你知道嗎 同樣的越南語裡面也叫做肉 越南語的肉跟肉 差就差在肉 它是肉的單位 也就是說 如果你是突起的一個土丘 或者是小高地 小山丘等等的這種東西 越南語也叫做肉 所以泰語的肉跟越南語的肉 基本上也可以說是一樣的東西 如果只是兩個字都一樣的話 那就算了 在泰國青脈街頭 你很常看到烤魷魚 當然我們這邊不會去分那麼細 什麼小管 魷魚 墨魚 章魚 那些東西我們都把它通稱成一種 油類 泰語叫做 麥 越南語叫做 麥 而且 這個無論是麥還是麥 其實我分不出來 他們都是墨水的意思 但他同時又是油類的意思 你去Google圖片 麥跟你去搜索 麥得到的結果是差不多的 越南語會叫做 噶麥 泰語是 就是在魚的這個名詞上 他們是不同的 但是這簡稱的部分是一樣的 泰語裡面的這個環形 叫做 ヴォン 越南語也叫做 ヴォン 所以 圓圈 環形的圈呢 泰語叫做 ヴォングロム 越南語是 ヴォンジョン 還有我平常就是 我們把頭 抬起來 看上方 抬起 的這個動作 越南語叫做 泰語 ヨッ 還有還有很多 我講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我整理了一張圖 有興趣的朋友 你可以去看 最後 還有一個東西是 我沒有辦法自己唸出來 各位聽看看 你覺得他們兩個相似度如何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